主要的需求 其实当然我是建议 慢慢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学得透彻学得好 最重要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思考怎么去解决 因为这些东西 这个范例其实主要就是 要你能够用 最好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因为如果你自己想出来的话 你一定不会忘记 而且你会非常的 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可以很快把它解决出来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需求是 这个B栏的资料 把它分成一栏分成四栏 当然工作里面也蛮多 像你们load data过来的东西 可能它也许是一整栏 那你需要怎么样 自动把它拆开来 或者是说load data来的是很多栏 最后你要串成一栏 因为你可能报表需要的资料 它的形式就一定是要长的那个样子 那你就必须要先能够 把那个样子的结构先 这个建立起来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当然我们 会用到几个函数 其实最简单的函数 也许你用index会比较简单 所以之前我们讲过 这个地方当然你用VIR函数 是没办法做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VIR函数它只会查第一栏 把第一栏以外的栏 抓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但是呢这边只有一栏 所以它没有第二栏 那你基本上一定是没有办法用VIR函数 那你也没办法用像之前讲的LUKR函数 或者其他函数 那所以这边的话你只能大概用几个啦 像那个index indirect 这些都可以 那还有像offsets应该也可以 offsets是向下 向下抓 所以这三个函数的话 假设啦如果 这点像这个考试的话 这样也马上做出来 可能很多人应该会有问题 不过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如果你工作里面 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结果做出来 那当然你效率一定会比别人快 第一个哦 第二个的话呢 那如果我不要用函数哦 我会想要用VBA 有没有 所以你可能要想VBA怎么写 4I等于第二列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把他的资料一个一个搬到指定的位置里面去 程式就写出来啦 所以基本上一个回忆圈 再加你要指定的那个位置 诶 答案就出了 那指定的位置也许是 诶 第几栏呢 第四 五 六 七 四五六七 一直重复 诶 这要怎么做啦 反正 等一下我们就主要针对解决问题这件事情 好 来看 哦 OK 那当然最笨的方法一定是图法链钢嘛 你不可能说你 诶 复制贴 复制贴 那这样贴 可能不知道贴能够哪一点 顶多是比较聪明一点 是说贴还有贴的方法 比如说你贴的时候还可以复制四个 贴上的时候还可以转制 转制有没有 垂直变成横向嘛 可不可以 那少贴几次 当然还算是聪明的哦 可是毕竟不是好方法啦 那我们如果说要用那个index的话 诶 请各位先想想看 index 那你当然第一个 你想到说我要抓资料的话 从这边抓到那边去的话 可以用index 或者indirect 或者offset 那这三个函数其实都办得到 那只是说呢 你要先了解 诶 他这个函数 到底 他一定会有一个来源 会有一个放在哪里 来源放哪里 诶 所以一个叫 in 一个source 一个destination 就是他的来源跟目的嘛 两个 那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 我们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index函数 所以第一个 index 那他会跳出两组啦 不过我们通常会用第一组 按确定 那他会问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说 你的array 其实这个array 意思就是说 你的source在哪里 你的source指的说 你那个来源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来源范围 指的就是 b2 到往下 所以b2点一下呢 你可以按什么 Ctrl Shift 向下 我要把这个 所有的东西呢 全部都选起来 意思说那个 信息这一栏 诶 全部有没有 那待会的话 再第一个啦 待会如果说要向右向下 所以你可能 建议是直接按F4 把它的栏跟列全部都锁定起来 第二个呢 他会问你说呢 那你要这个范围 特别是针对 底下 特别是针对哦 这个roll number跟column number是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array哦 所以 意思是说那个roll number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哦 不是指的是上面这个哦 不是这个列号 跟这个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指的是这个范围哦 OK 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那 蓝一定只有一蓝 OK 所以同学很能很常搞不清楚是说 那个roll跟column一直一直看到那个工作表上面有那个roll跟column 没有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如果看到index哦 记得哦 不要看那个工作表上面的roll跟column 指的是你现在的这个source的column跟那个 就是这个source 所以特别注意 蓝一定是只有一蓝 所以这边一定是1 指的是这一个哦 因为这个范围只有一蓝而已 所以哦 这个column number先填好了 只有一蓝 列的话比较麻烦 列的话呢 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呢 第一列嘛 对哦 所以 那如果说特别注意哦 你可能要先整理出一个规则 意思就是说呢 你将来哦 如果使用index的话 array跟column number 这个都固定的 这个不会改 会改的是什么呢 roll number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roll number 这边要填入1 这边填入2 这边填入3 4 下一个5 6 7 8 一直到33 OK 也就是说呢 那如果说你要用index之前 可能你先要产生什么 1到33的这样一个表格 那你要怎么样产生这个表格呢 所以哦 这边先取消一下 我们大概知道哦 我们缺一个 缺这个 所以呢 要怎么样产生1到33呢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就必须配合什么 前面讲过的 那个column跟roll 还没像 第一个我先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 这个99成法表之前用过的column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column 那按确定之后 它会抓到现在在第几栏 第四栏 减掉多少呢 我们减掉3 按打勾 你会发现哦 1234就出现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怎么样 向下 它还是1234 可是如果说我希望呢 当它向下拉的时候 列增加的话 每增加一列就增加4的倍数 哎 还很像哦 这个根据表很像哦 所以为什么我教各位一定要把column跟roll 一定要学好 因为如果你懂得column跟roll的结合啊 以后哦 再配合 index啦 或者是indirect 就会 非常容易解决你要的资料 抓取的问题 那所以呢 再来的话我就什么 加上什么呢 钱瓜糊roll roll指的是现在在哪一列 现在在第二列 所以记得把它减2 为什么减2呢 因为在现在这一列 我不要4的倍数 所以你后面记得呢 乘上4 为什么乘上4呢 因为我们1234嘛 下一个5678嘛 1跟5之间相差4嘛 有没有 所以下一列的话是相差4的一倍 再下一列4的两倍 有没有 1 然后下面有5嘛 再来就9嘛 因为两倍 再来就13 3倍嘛 所以都是4的倍数 那也就是后面这个地方呢 是决定他是要 那个什么呢 4的加上4的几倍啦 所以呢 做完之后打勾 打勾之后呢 我们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哦 1到32 就全部抓出来了 那1到32如果抓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 我们在index里面最需要的 那一个部分呢 就做完了 那其实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哦 你就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贴到那个roll number里面 那用index就可以抓取得到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资料把它剪下来 做什么呢 再重新哦 重新剪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刚刚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最近使用过index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范围一样是从 b2 ctrl-shift向下 然后记得先锁一下 然后把刚刚的那个公式贴到roll number 它会1234到32 那column一律填入1就可以了 诶 这样的话呢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向右 向下 诶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全部的资料呢 就被我都拉过来 那蓝宽不足哦 你可以在那个常用上面有个格式哦 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蓝宽 再调一下就好了 蓝宽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全部都这个把它格式里面 自动调整蓝宽 它会自动帮我把蓝宽给调整好 OK 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啦 我们抓取资料就完成了 那就第一步了 OK 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再把那个前面的蓝名 有没有 入职时间冒号 姓名冒号 公号冒号 这些重复资料 其实上面已经有栏位名称了啦 所以你说前面多这个 好像有点多余 那第二个问题 要怎么样把前面的蓝名去掉 会比较快 那当然哦 如果你不写 不用函数的话 其实好像 这边应该可以用资料剖析啦 有没有 把这个剖开来 可是你剖开来之后 你要再把它贴回去 剖开来贴回去 好像还是有点麻烦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用函数来做会比较简单 但是要怎么样把那个前面的蓝位名称 再加一个冒号 总共会有可能 这一蓝会有五个字 这一蓝会有三个字 这也是三个字 这五个字 要把它删掉哦 删除哦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要用什么 所以这一题 延伸性的类型其实就会回到最早我们第一个单元 文字与资料里面 有没有 文字类的函数里面我们讲过啦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MID 有没有 MID函数 MID函数 怎么知道说它从哪个字 抓几个字 对不对 或者另外其实你可以用文字函数里面有个REPLACE函数 REPLACE是取代啦 取代意思就是说你要从哪个字开始取代几个字 那取代的话顺便意思就是把它删除 删掉 删掉那些字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先把那个一蓝的资料 变成四蓝 蓝就是你资料如果说你会有这种 把它分蓝的问题哦 那请各位也许先试一下这部分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先产生什么 先产生我们那个1到32的表格数字 这样子 产生完之后的话你再把公式解一下 放到那个index里面 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了 不过呢做完了还没解决啦 因为还有那个前面蓝名的部分 需要做那个处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index部分先试做 那再来当然就是 indirector 上个礼拜有讲过 还有offsets其实也可以哦 或者VBA也可以哦 那VBA是一键完成的 按下去全部完工了 只是VBA该怎么写 那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